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吧 比较要紧 咱们刘正云老师出了名的幽默 刚才做节目之前我嘱咐他 我说别摸话筒 你身上的东西虽然是你的也不能随便摸 这小说里人家评价他的幽默 跟他是个河南人有特别深的渊源 你先跟我们讲讲河南人的段子 刘老师 河南人在一块的话他是不正经说话 你跟我们举个例子 我曾经跟文桃老师说过 别着讲的话 我要到文桃老师家去 文桃问的话 吃了吗 河南人的话不说吃 也不说不吃 会有两个回答 一个是您先吃 还有一个我不急 但是他这么说的话 并不是说我非要到他们家吃饭 他说话的习惯就是这样 他要到我们家来吧 我马上会说 我说文桃又是吃过饭来的 又是不抽烟 又是不喝酒 就醒了 但是河南人的回答 他马上会回答出来 他说我吃过昨天的了 我不抽差的烟 不抽闹的酒 就是比较差的 跟我们别的省份的人是不一样 特别不一样 他都是拐弯的 而且他拐弯的动机 你老让我讲起 肯定历史上这种人 他肯定是饱经忧患 甚至是经常做倒霉蛋 他孕育出来的一种自愁 一种幽默 我曾经写1942的时候 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 最后我突然理解了河南人 1942年的话 河南因为旱灾 饿死过300万人 奥斯维辛机中营 在二战的时候 是死了110万人 但他是因为民族偏见和战争 而这是因为旱灾 真正你在看的话 一个旱灾是饿死不了那么多人 他饿死那么多人 不饿死那么多人 他不重要 重要的你发现的话 你再会遗忘了 所有人的话 就对死过300万人全不知道 就是我外宗母也是经过那场灾难 我就问他 我说咱说1942年 他1942年哪一年 我说饿死人的那一年 他说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 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 这就是文道说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饿死的300万人 就是对于自己被饿死的态度 对于自己被饿死的态度 啥态度 我们意味呢 就是比如讲饿死300万人 在逃亡的路上 他会非常的悲愤 或者非常的 就是生死离别的时候 会非常的愤怒 河南人不是的 临死的时候 一定给世界留下最后一次幽默 说老刘饿死了 我临饿死的时候 我想起的不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我想起了老豆 因为老豆是我的好朋友 他两天前饿死了 我会说老豆两天前就死了 我比他多活两天 我值了 我就发现就在他的小说里都有这种 所以他就说你所有的悲剧 其实打碎一地看也是喜剧 你比如说他这里边讲刘跃进 我觉得这么一倒霉蛋 刘跃进小时候有一个同学叫李更生 身材高大 但是李更生小时候是个学校里那种啥不愣登的 同学打架打输了都踹他一脚出出气 刘跃进也踹过他一脚 但后来李更生当老板了 刘跃进得求着他给他打工 然后李更生把刘跃进的老婆给睡了 然后刘跃进去抓奸 抓奸在床 当时就打 结果穿着衣服的刘跃进 没打过没穿衣服的李更生 给人打了一顿 然后李更生光着身子坐凳子上抽烟 说事就是这么个事 你看着办 老婆被人搞了 抓奸还给人打了 你看他就让我想起这种苦涩的里边的笑 他这里边没见过倒霉的 没见过这么倒霉的 他这里边牵扯的就是幽默 刚才我觉得梁老师和杜老师说的是对的 幽默的话就是从哪里来 你像河南人可能是宝京这种忧患 忧患可以化成愤怒 但是忧患的话也可以化成幽默 我觉得后一种的话可能会是这种多灾多难民族 所采取的一个更智慧的方式 但是你既然说到这个态度 我倒想起来 就是说看这个书可能有读者也会有这么一种感觉 你多灾多难了 你会不会就阴暗了 就是说你看这书里 我就觉得其实很真实 但是未免你会觉得没一个好人 就是说刘跃进就主角这都算好人了 但是那种小算计小心眼 有些时候阴你一把 就是这种好像人人都是这样 包括这老婆跟你结婚这么多年 你不知道一直在偷偷欠你的钱 这家伙倒的一招背叛你 夫妻本是同命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好像这里头人人都是这样的人 小偷杀人都是这样的人 但这个就是一个 我觉得这只是这叫不叫阴暗呢 还是要看穿了呢 你别说像刚刚我们讲河南人那种幽默 那种幽默其实是什么幽默 就一句老话 说任何的悲剧隔远点看都是喜剧 像刚刚你说那个临死的人 还要说这种话 他多不打把自己的死当回事 他这个书让我觉得人的这个复杂 人呢 我现在越来越不太相信人有什么统一人格 我觉得就是一堆杂水 就是你这里头啊好的东西坏的东西都能挑的出来 很就是你比如说很深深深让我想起最近发生的一个新闻 我觉得也也够可以的 就是好比说咱俩是哥俩在辽宁复兴嘛 最近的一个枪击案 来看看哥俩三年前你开车拉着我老婆去去办个事 你出了车祸 你没事 我老婆死了 于是呢 我这三年来 你是开网吧的网吧老板 你三年来我找你要钱 你把我老婆撞死了 大家要钱 最后你就不胜其扰啊 就这网吧老板叫几个人 光机就把这人揍了一顿 你把我揍了一顿 扔下三十万 给你三十万 咱这事清了 好 你说清了吗 最后这人的选择就是就就在前一阵嘛 在他老婆三周年的忌日 拿一把枪到那个网吧去 冲着老板 邦当头就一枪 然后呢 这老板老婆往外跑 背后邦 把老婆险些打死 差一厘米就打死老婆了 完了之后就问 儿子呢 他儿子好像就临床 临床呢 那年轻人一站起来 邦邦又两枪 就打死一父一子 然后自己最后的尸体 在他老婆坟墓附近被发现 在两厘米的枪洞 然后警察说呢 脸色铁青 临死前极度挣扎 说他是先服了毒 后来太痛苦了 受不了了 自杀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这个有时候在生活中 发生这种稀奇古怪的事 稀奇古怪 我觉得他也不稀奇古怪 因为这牵扯到一个概念的话 就是偶然和逼然之间的关系 我们觉得好像逼然的话呢 就是事物 包括这个世界推动事物和推动这个世界的一个逼然的一个规律 它起的作用非常大 其实偶然的话呢 就是有时候在历史上起的作用也非常大 有时候甚至要大逼然 在某个偶然的瞬间的话 因为我每天出来的话呢 就是碰到的偶然的事情肯定比逼然要多 比如讲我说到凤凰会馆 我要见着文涛要见文道 这是一个逼然 但是我在路上的话呢 起码要碰到三千个人 这三千个人的话呢 都是偶然 你说是三千个偶然 它在世界上是重要的呢 还是两个必然是重要的呢 那肯定如果从谈话节目来讲的话 必然是重要的 但是就这一段生活 上帝对于时间的分配来讲 可能偶然的话呢 占的比重会更大一些 绝对是的 我们出门 然后坐地铁 身边什么人 是一个偶然 两个是相撞 是偶然 刚才像文涛说的 有时候打死人 它也是一个偶然 偶然就好像好人和坏人一样 其实它是相互要转化的 其实是世界上无所谓好人 或者是坏人 这好人坏人这事 最近我正感兴趣 咱们广告之后 可以聊聊这个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就说这好人坏人 你听他给咱看看 这个羊与狼的关系 这个先说这个好人和坏人 肯定的话呢 就是世界上无所谓好人 和坏人 也可能的话 他这一个瞬间的话呢 会是一个好人 可能下一个偶然的话 他就是一个坏人 就我身边的亲戚朋友来讲的话呢 就是他们确实都不是坏人 他们一辈子的话呢 但他也不是好人 一辈子就是爱算计 爱占人小便宜 但是他也不杀人放过 这不能说是坏 说他虽然现在还活着 但是我给周围的亲戚朋友 现在就改观论定 活一辈子 活了个善良 就剩下善良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的话呢 有时候这个人 你看到他非常坏 特别是大坏人 但是有时候 他会起到非常大的推动力 实的作用 对 大恶之后才有大善 没经过大恶的人 他的善良 也是区区可数的那么一小部分 他不会有大善 对 而且是好人坏人 是很决定于你 跟那个人的关系是什么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我们看一些 讲汪伟政权时代那些汉奸 都是大坏人 可是问题是 你去看那些人 彼此写的回忆录很好玩 那些回忆录里面呢 他会说 诸佛海才是坏人 这个时候是坏人 说这个湖南城其实不坏 汪精卫也不坏 那哪几个是坏人 他里面执着的标准 因为那伙人其实都一起坏了 一起当了汉奸了 那么那时候 从我们的角度看 这些人都是一帮微孙子 一帮混蛋 但从他们彼此关系的角度看 他们看的就是私德 就看这个人属性用 他汉奸 比如说 他说他答应了日本鬼子的事 他都做到了 对不对 他会讲这个 文道说这个特别对 因为你判断好人和坏人的话 后边还有一个背景版 对 你比如讲 如果我们背景版的话 后边写的是政治和社会 对 肯定你刚才说这些汉奸 他都是坏人 对 但是后边背景版呢 又换了字 比如讲是生活 对 或者是朋友 很有趣 他们之间的话 有时候还是特别是朋友之道 包括还是柔情似水 有时候还是非常感人的 更重要的方面的话 有时候在生活中的话 他好多现象 你用生活的望远镜来看 他会画得特别有趣 比如讲我们说 羊和狼 世界上就两种人 一种是羊 一种是狼 这个不是我的发现 是80年前鲁迅先生的发现 世界上就两种人 一种是吃人的人 一种是被吃的人 那我就是羊了 我属羊 我属羊 行吗 你不用赶紧 好像说自己是狼 这个我听了再说 我们都是羊 这是没有问题 但偶尔你也会是狼 这也没有问题 有时候晚上也可能是狼 天一飞就变狼 但是有时候世界上 他会出来另外一种状况 世界上所有的狼 基本上都在装羊 就是披着羊体的狼 我们看有时候这个狼 我们看电视 看什么 他会特别的和蔼可亲 但是世界上所有的羊 都在装狼 所以叫装大一把狼 我觉得世界上 特别穷凶饥饿的话 都是门口看门的大爷 你进来一个人的话 他气势汹汹 不给你盘一个底调 其实这个跟进大门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但他必须把 跟进大门没关系的东西 给你弄一点调 我觉得这个凶狠性 他是个羊不错 但是的话 他确实比狼的话 有时候还凶 还凶 找感觉 他好多人 你可以说他的职位 是很一般的 很普通 但是就说县官不如县管 我把着这道官 我觉得他把他的很多人生的满足感 寄托在这件事上 我把你卡一卡 我把你拦一拦 可能我能得到某种快感 是不是 这个就是有时候 比如讲像高贵和低贱 它也是这种关系 有时候我们看 比如讲他的职业 包括他的地位 特别的高 但是有时候你仔细考察 三皇五帝到如今 包括就是的话 帝王这样这样 多是下三来 你不能说他是很高贵的人 但是好多的话 你别说他不识字 没有文化 他从事一个技能 你会发现他特别的高贵 就像我们门口 就是有一定鞋的 就是我近一段 跟他关系特别好 湖北人 一个定鞋的 特别讲究 一定鞋的戴手套 就定鞋的时候戴手套 而且冬天要是冷了 就像现在的天 他要是带一个炉子 风味炉 然后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他有铝饭盒 要热一热 要滚烫的 然后再吃 然后你就定鞋 他定的鞋是一丝不苟的 包括换一拉链 多少钱 都是一丝不苟的 然后我拿一双鞋 青岛跑步的 就是这个软底鞋 说后跟磨了能不能 他说不可以的 钉子是定不了 胶水也沾不了 我说别的鞋子还行吗 他说我估计我不行 别的也不行 有时候这个 特别有尊严 夕阳打在他的脸上 就是在那定鞋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人特别的高贵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高贵的人之一 我觉得这低贱和高贵之间的 我特别喜欢 这是卑贱 为什么卑贱者最高贵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人 但是我又看到 这样的人在如今的年头里 属于干不了大事的人 他只能做这个 所以就好像说怎么现在听各个路方向上的朋友聊天 普遍都会说 小人当道 说什么小人当道 后来我就发现怎么到处 难道咱们不能说全部 极少数 极少数小人在当道 但是这个现象实际很值得研究 就跟刚才咱们说的 也许某些超出常规的事 这个大事 是不是还非得这样的人 投机钻营 你不投机钻营 你怎么能 那个文涛是这样的 就是刚才的话 你又把背景版的话 换了 乱了 你比如讲 如果从社会 历史 经济 政治的角度来讲 我们所说的好人 是干不了的 但是我们所说的坏人 他为什么能干 这些人的话 都不是墨守成规的人 对 他是敢于把一个规矩给砸掉 对 是大逆不道 他就创造了另外一样 大逆不道 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坏人 但是的话 要用这个标准判断 他是坏人 其实也是十分肤浅的 对 所以是大恶之后 必有大事 你刚刚说那种 能做大事的人 他能打破既定的规则 有时候是因为他特别狠 比如说我记得 有一次看一个小说 他描写 就是以前拿破仑去打仗的时候 跟他交战的那些将军们 怎么跟他算计 他们里头有一个将军 他是一个俄罗斯的将军 人特别友善 平常 对人很好 永远笑咪咪的 很和气 那么他在计算 拿破仑来围莫斯科 来围莫斯科的时候 他说我们这得牺牲点人了 得留下点人 怎么样 他算的时候 他是笑咪咪的决定 哎呀 这还有三万人 这三万人就没办法顾了 这三万人要牺牲了 大家也就都得救了 然后吓得人家 这人怎么这么 突然这么说话 他就完全是没有感觉 他还是平常那种很和善 喝杯咖啡 很好的人 就三万人 我就想起史达林那个名言 死一个人是一个人 死一百万人就是个数字 他那个是谁 文道说的 我觉得特别的深刻 这里边也牵扯到的话 为什么他会是一个大人物 把好人坏人抛开 他到底是看历史 包括看时间 他看多长 一般像我亲戚朋友这种善良的人 他看问题的话顶多看两天 我就是 鼠目通光 就是今天的事 今天节 我不是说你 但是像能看二十年和二百年的人 我们用善良和好人的标准 是衡量不了他的 正因为他能看二十年 所以他两天的这种没守成规的东西 他一下子能够打掉 包括他说的就是像在战场上 像纳帕伦这种人 他看的非常长 而士兵看的非常的短 士兵看他 他准是一坏人 但他看士兵的话 放在历史的场合中 就是非常跟芝麻烈一样小的一个东西 包括死三万人 你别三万人 你过去毛泽区说的话 你打世界大战 中国就不是死一半人吗 那有什么呀 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但是你看 现在好像说还有一个什么普世价值观 所谓其实也就是纸上谈兵 很不现实的一种价值观 就是比如说生命 好比说什么是好人坏人 不管你要成立什么样的工业 你杀一个人 这种价值观认为生命是至高无上 是没有任何代价 值得说让你杀人 去实现你的美好理想 我觉得凡事能做出来 就是比较大一点事情的人 就是肯定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包括他看整个世界的态度 是非常不一样的 比如这样就单说杀人和杀人放火的强盗 我觉得中国历史上 有一个人的态度 我觉得是非常非凡的 就是像史奈安 史奈安 水虎段 对 水虎段 真有文化 善良 他第一次的话 在中国历史上 就是把这种杀人放火的强盗 当成他心目中 特别宠敬的人 然后再写 原家三兄弟就出门唱歌 唱的是什么 老子生来爱杀人 另外他包括写了孙儿娘的黑店 我们现在看一个 像你们港台的这种黑棒片 黑店特别阴森和恐怖 在水虎段里充满了阳光 就孙儿娘说是都能够来了 光当几个人麻烦 接着停会就变成包子馅了 店小偶一看你麻烦 是兴高采烈 说导演 突然说文道了 可是说麻错了 这文道是咱们朋友 没事 再把他惯醒 接着又是吃酒喝肉 喝酒吃肉 吃酒喝肉 写的特别的温暖 我觉得就是这种角度 包括对于生活的态度 就像我周围的亲戚朋友 你让他们开创历史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换成生活的背板 就是他们可能跟世界的关系 会生活的很高贵 但是开创历史的人 如果用好人坏人来区分的话 没有一个好人 是 好人是开创不了历史的 那个解开了我一谜团 但问题是现在我们的教育 比如说很执着于去教导一些的 很普遍的道德规律 我不是说不重要 我不是在想倡导 我们现在应该是非不分 中间不明 而是我觉得 我就是老被人骂 但我总觉得 我强调历史的复杂 现实的复杂 而且教育里面就要讲这个 你这样子讲的多了之后 学生才懂得更好的正确的判断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记得我以前念大学念哲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学这个康德的伦理学 康德伦理学特别严格 它严格到这个地步 比如说它有一个格式的 一个道德律令 简单讲 经过这个道德律令 演算出来的推理 出来的某些行为 说不能做就不能做 一做就不对 比如说说谎 是绝对不可以的 好 问题来了 比如说今天鬼子进村了 鬼子进村来抓姑娘了 到你家里 你家有个姑娘 对说花姑娘了 问你说你家有姑娘吗 那你说谎不说谎 对 对 对吧 对 心动的姑娘好 对 跟鬼子大谎 不算大谎 对吧 那这些问题就来 那些现实总是 为了咱们花姑娘吧 对吧 对吧 是很种 看国的伦细 在推理就非常